因为这菜其实很难 我只是很多年头没再有人做的东西了 这太老了 太古实的东西了 他现在这种 餐厅这种形式 完全没有和硕博餐饮竞争的东西 全国四大西餐北京代表 马克希姆 A完老535 搞发言之后 电梯 我手都麻了 电梯 张国荣 崔健 邓光荣 姜文 香港看一场演唱会 你知道崔健他们的地位就是什么地位 都以为那是中国摇滚的开山之座 结果没想到那是巅峰之座 起功 其实这里边我好像就认识了起功感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凝食 他那菜很少 主菜才12个 12个主菜里有6个是牛排 大国人和中国人煎牛排都一样 我其实不行 因为俄国那边 因为气候问题它那牛都比较老 现在买俄国精口牛肉依然品质没有特别好 一个大份的窝牛 然后给他点一个牛青汤 然后一个战斧 一个油风的鸭腿 这个焗烤的小青龙嘛 差不多吧 够吃的呢 好嘞就这样 这牛青汤是204 早点不给点了 我这我尝尝 不能说说它不是牛肉汤 它是牛肉汤 但是这个味道这也太差了 完全没有汤的感觉 我就看牛青汤应该想到什么地步 就和那个玉石山栏那个大刀面 那个鸡汤是一样的 牛青汤是纯达牛肉馅 把这种羊青锅的芹菜在搁到水里面 砸成冰块慢慢去煮 慢慢的冰块融化了牛肉 牛肉馅从事进来 飘上来了 从那儿涛一空眼 小伙子也不能哭着了 慢慢煮 这肉就出来了 它又慢慢下去了 过上十 它又上来了 这可以熬好长时间 这个蜗牛是108 蒜蒜和白豆酱 我是一居好惯的 真的 108的不可能 谁可以背活的蜗牛 其实你知道这个蜗牛的高强 就是 晚上你看小孩买了一个 粉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那个大蜗牛这么大个人的那个 这就是吃的蜗牛 我说人工给它两个刺 这就是换的 鞠的香草什么的没什么 鞠烤小青龙配食书218 我觉得它这个价钱 就让我们一分书 反正正常这么大一个小青龙的 它虽然给我上了半了 你买一个这么大个的 218你买不来 这是实话 我本来想 简单直接一点 来了 用家图来填上东西 米饭 紫米饭 这菜打一端上来吧 说实话 我就闻见有一股的不太好的 海鲜的味道 看一眼这东西 再看一眼这价钱 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它是这个龙虾呢 就是外边自助餐用那种熟的 就是外边自助餐堆龙虾山的那种 青龙用熟的 它买了这就是熟的 因为它这个 它卖这个菜卖这个价钱 对不对 我觉得贵买就贵买 人家才买218 你让我去买一个这么大根龙虾 我跟我说买半辣 买一个半辣 我还买不来 我这不好的自助餐 看这个价钱来着 很免疫 只能这么说 但不得我说 我吃虾肉的时候 没有不好的味道 这个虾的质量 说实面是什么问题 战伍牛排配芦笋 980吧 都穿在我们餐厅 人家还可以配汁 我蘸这个红小只 基于它988这个价钱 和我刚才看到的这块牛肉的大小 我得说这块牛肉还 真的还可以啊 我先做的成熟做事 非常好 15分钟就5分钟了 牛肉的肌肉纤维比较细 口感吃的还比较嫩的 虽然这个牛肉脂肪香味没有什么 你能看到那块牛肉的时候也知道 980的售价 按照饭店这个标准呢 这块牛肉的标准成本也就300多年 所以这块牛肉真对写下的价钱 锅炸肉里边它也是 它食物非常好 油风油浸鸭腿才88 你叫它油浸或者叫它油风都可以 这讲话其实很简单 你先那鸭腿做一锅油 洋葱萝卜芹 跟那鸭腿一块下锅 滴油温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说是浸是炸 给它弄手 外边酥酥的 里面嫩嫩 没想到现在还会有人做完这种菜 当零点餐吧 哎呦 鸭腿还挺好吃的 它是炎锅 吃着很明显有人 明天香那种香味 真可以啊 再早点上 吃饭了 这么简单 因为这菜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很多年头没见有人做的东西 对啊 这太老了 太老了 太古实的东西了 过去也没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这菜 这家我可以说他们家做菜不好吃 但是他们家随着这几个菜出来的 除了一个汤 剩下几个菜 我觉得最起码是它的售价和它用的东西 对得起腻 你明白吗 你说就这这块牛肉 很红黄的呀 三百 三块钱一个它是三百多克 然后它还收红费 你说这怎么比啊 对不对 看家这牛肉本来我没抱太大喜欢 可不可以啊 去尝一口鸭腿 弄得有点鱼子 你尝一下这鸭腿 好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的味道 香酥鸭 应该是生的 生的亲的 它是蒸熟的 但是不妨碍我说这鸭腿挺好吃 其实这些菜里够吃 我最喜欢这鸭腿 你牛腾和人味道很亮 冷冻海冻豆这个味 你甭管是虾仁山贝还是龙虾 都没有冻 看一些冷 长期冷冻储存 就会产生这种鸭 明白吗 所以龙虾它是煮熟以后才去冷冻 就和咱们吃那个冻的甜虾似的 它都是海上捕捞捞起来 直接煮 完了再冻 再去冷冻 就怕储存实现收益上 虾变色 掉头 又产生那种不好气味 这不目前比咱们去的老牌的老木 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吃 你可以说它不好吃 臭皮 老木 吃这里面现在最好了 看跟谁比 你看那回去那个叫和氏厨房 我还去过那个老鸡腹餐厅 是什么螺丝 原来我就说鸡腹和菜特别糙 那回再去 以前还糙 以前还有点菜 现在 我说现在连菜都懒得做了 还不能 这顶菜都没了 你说那什么红菜汤 把那么有点折袋 它那个东西弄了 你说红菜汤 螺丝红汤它有区别吗 这当初就有人跟我掰扯 就说这边有区别 薛安里牛肉汤是那个牛肉丁 用那个甜红椒粉抓一下 炒洋葱啊什么什么 炒牛肉丁 加烫煮一煮 搁点什么土豆啊 土豆丁 煮 煮得黏黏糊糊的 最后里边是那个红椒丁和青椒丁 这点东西还必须放 搁里边煮一下见味 因为青椒一煮完了 我老觉得有那个酥不辣鸡的味 就像那个炒面条酥了 花酸的那种味 它要的是那种味 同时它里边放的香料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红菜汤和那个酸铃糊它完全不一样 做得怎么样 这都一根六文字 人家五百小姐 它们家小心要成了就是不太好吃 菜做的不好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 像那块牛肉啊 龙虾啊 鸭腿啊 它对起这个价钱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了解 另外几个餐厅都是独立的社会餐饮餐厅 他们家是饭店的 饭店的一个成本控制 和售餐真的不一样 他们已经尽量在自己的 几个成本控制范围之内 尽量拿好的东西 哎 就现在这种 餐厅这种形式 完全没有和售后餐饮 紧张过那么一样 真的 我们应该想想办法啊 改变一下 让它看着我的 哎呀 都不愿意的看见吗 快跑 快跑 快跑